台中市卫生局以及卫福部食药署 今天早上公布对2月2号有一律肉品瘦肉精的复检结果 仍然含有微量瘦肉精 台糖公司说明在2月2日晚间事件发生后 包括中央续产会、卫福部以及各县市政府卫生及农业单位 全集对台糖公司上市的肉品以及续职场展开大规模的抽检 抽检的结果样本累积到目前至少有298件 样本抽检的结果完全都不含瘦肉精 因此目前含瘦肉精的猪肉只有台中市卫生局2月2号公布的这一件 其他将近300件抽检样品完全都不含瘦肉精 另外台糖公司的饲料是自己生产 饲料工厂以及养猪过程所使用的全期的饲料 都经过各县市政府农政单位以及农业部检验 饲料也都没有含瘦肉精 其实西部特罗的价格是比黄金还要贵 因此国内也不会有人拿西部特罗来用于畜牧业的饲养上面 台糖公司强调台糖公司绝对没有使用瘦肉精 也同时对于为什么目前所裁剪的这么多样本里面 只有台中市卫生局所持有的单一样本可以验出瘦肉精 台糖公司后续仍然会配合政府相关单位来厘清 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